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球 所以还是要把球啊 营娜拉斯一击封盖 菲迈特追身 三分命中 上海队实现了反超 确实是下手准啊 提前领 要投篮 提前领 中间穿过 很轻松啊 大队 因为新疆队把所有的防守压力都放在FF 马克思一下 虚实小董不在 上海队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上海队第九个抢段 两边倒的这个质量都不是很高啊 上海队倒了 地下有点黄 看就比较有焊迹 再往外给蔡亮的三分 命中 那边呢 排名回来 应该是鱼汤 这是一个钻石啊 你信 哇 菲迈特带着火气上来 能力真强啊 真是啊 而且斯科拉这个掩护 掩护得也好 中间穿过 连得五分 菲迈特 质量有关系 对 质量 你看这时候挡得多死 马可拉已经肯定知道了 这个机会是出在那边的 嘿 干扰一下菲迈特仍然得 迎着防守 直贴踩 中间又是穿过 空了 低脚 好 刘伟没有得到体现 联系还是少了 这达特再得分 这达特非常大 这一个提供就是 现在就是说 挺好的呀 太轻松了 对 这个穿 中间中路穿得太容易啊 上海队虽然有强点 但是我球能倒起来 二加一 从强策这次 我战术之后 起码通过这个轮转之后 我让你防守一直滑起来 而且呢 这个就是菲迈特虽然 是在对手的严防之下 但是呢 队友通过掩护 通过无球的这个跑动 很多球都是迎着防守要抵扔 或者强突 这个篮下有张照 撞到眼睛了 应该是骚到眼睛了 才会不会吹停啊 五打四 哦 胳膊肘 手肘 这一下啊 也够疼了 没问题 这两次其实都 这个不是有益的 嗯 这边也想三号 刚刚我们看在防守的时候啊 上海队这边 把空间扩得很大 啊 队到亚当斯这一点的球员呢 会往上提很高的位置 这样他身后的球员 这个像张兆旭啊 像这个 呃 斯科拉就要也往上移动位置 我们看这个暂停回来之后 是不是比如对 呃 亚当斯比如罗旭东 往后稍微撤一点 不往上不太多 嗯 现在上海队为什么手脸 对上他自己 是 三个人队弗雷戴特 给的漂亮这球啊 嗯 张兆旭跟 两人家 还是想让他出球 四秒钟 个人能力 哎呦 这个就是个人能力的 对 封到脸上了已经 嗯 可兰完全没有防守失位 该做自己的投篮 没有太高的信心啊 你看弗雷戴特 他这么敢扔 要暂停了 新疆队要暂停了 哎呀弗雷戴特这两球 完全就是全 全个人能力啊 嗯 对手的防守都有夹击之后 如果测试 牛放空了这一下 哎呀 就一瞬间呀 一瞬间放空了 弗雷戴特 三分命中 呃球兵指导在来 那边也是输了啊 进 张兆旭的封盖 盖下来压时间了 弗雷戴特 给到篮下再打进 这样呢 上海应该是 能够稳稳的拿下 这场比赛的胜利了 好 看 出发了 公园 比赛分配比之前好 上个赛季我记得 之前就是从头攻到尾 现在是前三节会放弃一些球权 到第四节再自己展开个人进攻 这样也好 让其他球员先打 你们打不行了我再来 这样的话大家一直都能保持一个非常好的手感 不像新疆队其实今天就是国内球员 拿出来都不差 但是就是没有球啊 现在还可以做的 差异度不高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